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重点 新闻开始先来带您关心 上任64天之后 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了第一次的记者会 拜登说美国会继续在新疆跟香港等议题上的发声 也会针对南海跟台湾等议题上中共问责 在全球大疫情中就任美国总统的拜登 在记者会的一开始就大力宣传疫苗推广工作 提前42天完成了上任版日接种一亿支疫苗的目标 并将新的目标设定为上任版日接种两亿支疫苗 在美中关系上拜登表示会要求中共在南海与台湾问题上负起责任 美国也会继续在新疆相当等议题发声 我们将来关系中国人关注于随时 随时随时 随时随时的经济 即使它与港湾南海或北方的河南海 或是合法与台湾 他不在中国和小铃很小的那种 但是是王 lecturer得疯 他是一个人那种的 像布图想想了解 自由未来的 人继续不且不合作 拜登告知习近平美国无意与中共对抗 但双方的竞争将会非常激烈 拜登已经成立总统情报咨询委员会 在医学人工智慧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增加投资 提高对中国的竞争力 出乎许多人意外的是 拜登还在当天表示 正在2024年竞选年任 现年78岁的拜登已经是美国就职年龄最大的美国总统 新唐记者乔万综合报导 拜登首次的记者会 对中态度受到检视 中国民运人士王丹指出了 拜登说的美中关系 其实就是典型民主党对华政策的延伸 那么谈不上强硬立场毫无新意可言 而且中共想要的并非竞争而是取代 但拜登却始终不愿正视 他强调拜登的竞争说法 显然是误判和一厢情愿 好我们接待您关心 中共官媒央视旗下新的电台节目开播 那么预告片却出现了台湾艺人帮忙宣传统战 对此中华民国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表示 希望他们能够早日认清中共 他强调中共不尊重人权的行径 全世界都在抵制 还说了台湾维持民主自由是多么的不简单 艺人欧阳娜娜为中共官媒央视旗下统战电台节目 台海之声以及看台海拍摄预告片 再次为中共做宣传引起外界讨论 对此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回应 欧阳娜娜不仅在登中共官媒宣传 也在微博上表态力挺新疆棉 苏贞昌也表示 台湾在第一线受到的压力最大 知道中共这样不尊重人权的做法很不好 也被全世界抵制 苏贞昌也以香港为例 指出香港失去民主自由 被中共一步一步夹压的日子 而信号台湾觉醒的早 强调台湾需要大家团结一致 共看外敌才是 新唐人甲台电视黄亮剑 詹勇如叶人辱 台湾台北报导 知名国际品牌H&M Nike跟爱迪达 聚用新疆棉花遭到中共猎物报复 财经传媒董事长谢金河 今天有感而发 并点名提醒特斯拉重心 如果放在中国的后果 他认为这是放大版的猎物行动 那么台湾的企业最早吃到这个苦头 他表示了台商最喜欢说了 我们只要专心做生意就好 不要谈政治 但最后呢 政治一定会找上你 而且逼你表态 现金河也指出了 即使强大到向特斯拉 当双方关系紧张时 投资呢 也会受到影响 那么等到中国电动车 自主化的目标达前 特斯拉恐怕会被扫地出门 那么他说呢 如果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把重心放在中国 特斯拉的危险性呢 也将与日俱增 未来投资特斯拉的变数呢 也会大增 而今年特斯拉的下跌呢 市场似乎已经发出了预警 好 我们在欧美各国 因为新疆人权问题 制裁中共官员之后 中共呢 开始翻炒 报复各大国际品牌 然而这在中国牵动的 负面经济效应 恐怕是对中共来说 更难以承担 另外呢 有中国民众真的 到了H&M实体电外抗议 却遭到中共公安抓走 中共在对国际品牌猎屋 影片显示 郑州有小粉红 手持抵制H&M纸牌 支撑前往H&M分店前抗议 不过这名女子 后来被警方带走 分享这段影片的 政经分析人士 秦鹏发文指出 小粉红抵制H&M 遭铁拳打击 聪明人应该知道 如果中共真的要打击 美国欧洲 让中共高官们的子女 放弃绿卡护照 把钱从欧洲美国银行 撤回来就行 所谓的让老百姓抵制什么产品 不过是一场精心导演的 教导韭菜爱镰刀的把戏而已 其实H&M 据用新疆棉花的声明 是在去年10月发出的 当时没有引发什么风波 如今中共官媒 突然把这份旧声明翻了出来 而对于这一轮对外国品牌的抵制潮 有分析认为这也会伤及中国自身 预计中共并不敢鼓励抵制更多的国际品牌 这些品牌呢 在中国它还有这个几万家的门店 还有呢工厂 那么如果全部抵制了 那么这些工厂好都得关闭掉 关闭之后的话 这么多人没有了饭吃 中国共产党下一步就要担心 这些人给它知道麻烦了 国际品牌遭到电商平台的删除下架 抵制声浪虽高 但具体的打击也只有停留在 针对H&M线上平台而已 甚至25日在北京的H&M实体店面 都有记者发现人潮买气依旧 看不出来有受到网络风暴的波及 有中国的社群意见认为 对Adidas Nike在中国已经版图扩大 代言和产品链繁杂的运动品牌大厂来说 要中国民众全面抵制 在现实上不太可能 更何况还有冬季奥运的赞助问题 中国网络和电视节目的广告资金挹注 要轻易解约或抵制 牵动的负面效应 恐怕更难以承受 新唐人记者金时采访报道 好了 经济部长王美花今天受访 被问到新疆棉的议题时表示 台湾是重视人权的民主国家 会参考国际 尤其是联合国的做法 而台湾纺织代工厂业者 也会因应国际品牌厂商的要求 对产线做相应的调整 我想台湾是个民主国家 也很重视人权 那国际上 特别是联合国 如果有什么样的做法 我们都会来参考 那其实在台湾的产业的情形 我们主要是在开发这个机能布料 机能衣 那另外我们主要也是做 国际品牌的代工 所以厂商的要求 我们的生产线也会配合做相应的调整 好 接下来您关心 长龙货桂轮 长次轮 搁浅事件已经进入了第三天 那么从最新的卫星照片上 我们可以看到 长次轮仍然是卡在苏伊士运河的河道上 几乎没有移动的迹象 那么长龙海运指出 日本船都已经指派来自荷兰 跟日本的海上专业救助团队登轮了 跟船长和运河管理局 沿拟更有效的服船方案 那么还全力协助 长次号尽早脱捆 好 接下来您关心 台湾采购疫苗议题 是引发朝野热议 有立法院甚至成立采购调阅小组 要揭露相关资讯 那么今天上午 卫福部长陈时中出席活动 接受媒体访问 媒体就询问了 目前欧盟禁止AZ疫苗出口 这会不会影响台湾后续 AZ疫苗的接种时程呢 那么陈时中对此表示了 各种可能性都有 在世界抢货时呢 还是要做首规矩的合约者 疫苗全世界都在抢购 从欧盟这个动作 大家觉得会明白 就是世界还是抢购的 非常的厉害 所以不管是在出口也好 或者是订购也好 大家都在处于一个 非常竞争的一个情形 那这也是我说 暂时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对于相关一些合约 还是暂时保密 免得大家在竞争的时候 那因为这个合约没有保密 那大家就有一个 可能性被延缓出货 各种可能性就会有 所以在这也就是说 请社会大家稍微有一点点耐心 这些资料早晚都一定会公布 不过在全世界正在抢货潮的时候 那我们还是做一个比较 受规矩的一个合约者 好 陈时中也透露了 国产疫苗针对长者的试验 已经开始做了 等完成之后 会朝18岁以下的年龄层来做 不过陈时中坦言 如果18岁以下的民众 要在今年接种疫苗 时间相当的赶 好 台美亲属被忘录 成立了海巡工作小组 被认为是要一起来 对抗中共海警法 另外呢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 出访土耳其遭到抗议 听多内容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来自花莲玉里 东风有机米 纯净无污染的有机稻田 水旱轮座养地利 循环农业友善大地 当季收割 新鲜献年 用心做好每一粒米 大自然开心 您吃得更安心 赋予大地无限的爱 东风有机米 通风有机米 通风有机米 Invisible Protection Pro1 大象工业 台湾专业橡胶传动袋制造 累积四十多年制造经验 及研发团队 生产各类皮带专业配方 台湾制造品质第一 提供客制化服务 定期检验 专业认证 深受客户肯定及信赖 大象工业 行销全球 开创传动皮带 新纪元 Zylus Zylus 欢迎回来 台湾跟美国签署 设立海巡工作小组 了解备忘录被解读 是为了反制中共的海警法 行政院长苏贞昌 上午表示 中共海警法的这种片面武力 对周边国家产生的紧张压力 基于共同理念 台美一起从各方面协力 期盼能维持区域和平稳定 驻美代表萧美琴 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 蓝英 在美东时间25号上午 完成签署了 设立海巡工作小组 了解备忘录 被解读 是为了反制中共海警法 行政院长苏贞昌 一早也对此说明 中国定海警法让周边的国家 非常的震撼 同时这种片面这样子的 要做海警以使用武力 对周边国家的紧张压力会很大 所以基于共同理念价值 维持区域和平稳定 大家一起从各方面来协力 就是为了维持和平 中共今年2月开始实施海警法 允许海警部队对外国船舶使用武器 又在钓鱼台海域上动作频频 加剧东海与南海紧张局势 而台美签署海巡备忘录后 不仅加强台美海巡合作 美国国务院东亚局也发布推文 表示很高兴能成立一个新的海岸防卫队 能与台湾这样的好朋友 携手应对世界挑战 美国感到非常自豪 那海警法通过之后 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就是在相关有一些领土争议的岛屿附近 经常有可能就会发生武力的冲突 所以它已经从灰色的冲突可能性 很急剧的拉高 变成可能有直接武力冲突的可能性 所以也就是这样的作用力 才会带来了现在台美之间 在海巡合作上面的备忘录 美方跟我们在这方面的合作 有重要的安全的一个意涵 尤其更重要的 在万一有战时发生的时候 那海巡的单位就会成为所谓的 第二海军或者至少第二线 甚至到第一线的角色 所以台湾在跟美国的海巡的合作 蕴藏了各种 未来更多合作的可能性 外交部下午举办台美海巡合作了解备忘录宣布查会 包括外交部长吴钦燮 AIT台北办事处处处长 李英杰海洋委员会主委李仲威 海巡署长周美武等人都将出席 新唐人亚特电视 黄亮剑 张永如 台湾台北报道 中国200多艘船只日前集结在南海 牛二郊附近引发的外交纷争 态势能在升高 周四菲律宾军方下令 在南海部署更多的军舰 3月至今 约有200艘中国船只 聚集在南海争议岛礁 牛厄礁 近期是由于海矿的原因 中方的一些渔船在牛厄礁附近避风 不过在天气好转后 这些所谓的渔船仍然常驻不走 在菲律宾对中共发出外交抗议 没有得到回应后 25日 菲律宾军方下令 在南海部署更多军舰 执行主权巡逻任务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 23日发推文表示支持菲律宾 推文说 我们呼吁北京 停止利用其海上民兵 恐吓和挑衅他人 这破坏了地区和平与安全 1995年 中共以建立渔民避风港为由 占领了美激礁 中共国师 人民大学对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金灿荣 在2016年7月中美战略哲学讲座上就公开承认 是中共从菲律宾手上抢了美激礁 而根据美国科技公司 Samularity发布的南海动态报告 中共正在把美激礁完全军事基地化 专家认为 相比台海和东海钓鱼岛 占领牛俄礁的风险对中共最小 而中共下一步的行动 取决于菲律宾和美国的态度 中共的策略是最大限度的施加压力 再根据对方反应来随时调整 如果对方反应特别强烈 而且准备使用武力的时候 那中共会退让 而对方只要示弱的话 中共就可能会实施占领 中共敢于挑衅 主要就是菲律宾总统对中共的软弱 美国和菲律宾是同盟关系 但是它不会替菲律宾代劳 所以关键菲律宾总统 它不能够指望 既和中共搞好关系 又能够保卫自己宣称的海洋权益 路透社25日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蒂 已经召见了中共驻菲律宾大使黄熙林 交涉牛俄交事态 新唐人记者李兰纽约采访报道 好 今日欧盟跟英国都对 破坏人权的中共高官和机构 实施制裁 那么即使中共报复 欧洲各国政要人 强硬坚持为中国人权发声的立场 25日中共外长王毅 出访土耳其 也遭数百名当地的维吾尔人抗议 据着停止种族灭绝 关闭集中营等标语 25日 数以百计的维吾尔人 在中共驻伊斯坦堡总领事馆外 向到访土耳其的中共外长王毅 抗议共产党迫害维吾尔人 使他们联系不上在新疆的家人 近日中共迫害新疆 维吾尔人议题 成为国际关注焦点 欧盟和英国相继宣布 对侵犯新疆少数民族的 中共高官和机构进行制裁 不过北京当局26日再度宣称 侵害人权是谎言 因而向英国9名人士和4个实体 祭出报复性制裁 包括5名现任英国国会议员 保守党前党魁史密斯 以及三名英国律师 四个机构则分别是 英国国会中国研究小组 保守党人权委员会 维吾尔独立法庭 艾瑟克斯原大律师事务所 英国保守党前党魁史密斯 在推特上回应写道 我们有责任就中共政府 在香港侵犯人权 和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发声 我们这些在法治下自由生活的人 必须为那些没有声音的人说话 如果这样会让中共将愤怒发泄于我 我会荣誉地接受 新唐两台电视张瑞珍综合报道 台湾半导体科技厂启动真材活动 下节新闻带您了解 用新科技将台湾特有的天然物 分享给全世界 是耗风存在的价值 耗风生技在国家生技研究园区 以全球最先进的蛋白质体 及天然物精粹技术 进行疾病检测 与新药开发 牛樟之分析认证 各使台湾越上国际 Go Green Go Clean Care for Life 耗风生技 立委奈米 拥有独家奈米分散技术 提升产品功能表现 生产各式高品质奈米材料 应用面多元 不论半导体领域 或生技防疫产业 皆可提供应用技术咨询 及解决方案 专业先进 独步全球 立委奈米 一 二 三 快 文 准 沉浸科技 掌握重复定位2μm的精密度 是台湾制造定位置甲具的 尖端开发先锋 目前全世界只有4个国家 生产此定位甲具 和有成进 能够成功相容其他各国产品 并拥有自行研发先进人员 台湾之光 甲具首选 成进科技 来自木都的木器工艺家 承传鲁瓣精神的玄卯工法 截取古人的智慧 使法自然 结合在地文化特色 创作出台湾原创精神的生活艺术品 实用美观 一气多用 品木箱 明茶箱 以在地才 传匠师音 品台湾味 目接茶道 TNLU 欢迎回来 景气豪卷 半导体科技大厂 能相继启动了 真材计划 带您看到 今早的真材活动 拿起平板 一回造价上亿的 EUV机子外观 围影设备 以互动游戏 解密半导体制成 关键技术 台积电合作伙伴 又是全球最大半导体设备商 艾斯摩尔3到4月份 巡回全台各大消源 今年要扩大在台湾 征求600位工程人才 每养一个工程师 就要砸超过500万 就是要吸引顶尖靴子加入 台湾一直都是在 随着半导体产业的 蓬勃发展 台湾一直都是在 这个产业上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设计 半导体设计 及制造的一个中心 加上我们 自会制造工厂产能的 一个增加 所以我们在台湾这边的 一个增采的一个力道 会持续的增加 各大厂商 国内比较知名的厂商 像台积电 红海 甚至没有 都来到我们这边 那这也显示 我们学生的竞争力 真的是对厂商来说 有吸引力 台湾半导体先进制程 发展迅速 科技大厂纷纷启动 大规模真材计划 台湾科技大学校园真材 就有202家厂商参与 开出超过1万个职缺 台湾美光 广达大力光 多家指标企业龙头 纷纷前进校园 烂才找人 学生跃跃欲试 和尚艾斯摩尔 开出工程师职缺 新鲜人硕士生 年薪百万起跳 此外台积电 今年预计招募9000位新鲜 网络各大领域人才 4月16号起 开办暑假实习申请 科技大厂红海 今年锁定自通安全 量子计算 电动车 人工智慧 半导体领域直缺 开出大学生起星4万5 硕士生起星5万2 电信业龙头中华电信 则是因应5G 线上线下缆财 首度以社群平台直播 今年开出1800人 身材规模 寻找科技研发 网络技术类领域高手 多家厂商提供实习机会 也让非应届毕业生 找到合适职缺 提前卡位 新台记事胡宗汉 沈为童 台湾台北报道 好 镜头转到新北 物流企业赤资10亿元 在市值打造千平园区 锁定北北基疫苗的 医药冷链物流商机 那么最快预计 明年完工起用 新北市长侯友宜 与郭产署长郑果基 以及家里大龙物流 董事长沈宗贵 一同推动启动杆 共同宣布将在 市值产业园区内 投入超过10亿元 设立生计物流园区 提供生计医材 所需的冷链仓储 打造专业的医药物流服务 市值这个地方 随着整个土地的 不断的开发跟释出 不但带动产业 也会带动更多 现在大家最关心的 就像我们家里大龙物流中心 来物流来给我们投资的 我们的医药物流 我们的冷链物流 在我们北部形成一个中心 升级物流园区 预计最快可在 2022年完工启用 并创造450个就业机会 后宜表示 在5G AI等趋势下 智慧物流产业日益重要 升级物流园区的设立 将有助于周边地区的 产业专区发展 也带动系纸地方成业发展 除了物流以外 最重要我们希望 结合周遭的工业区 带动我们AI 5G 带动我们的生技医疗 让系纸的产业园区 结合南港软体 结合内部科技 结合基隆自由贸易港区 大家一起带动 整个北台湾的 整个物流网 以及我们的智慧科技 后宜认为 新北市位于北北基陶的中间点 透过周边的两港一空 窜起北台湾 是北台湾最重要的枢纽 现在是投资 新北市最好的时间 再过几年 可能机会就少中几世 新唐人也来电视高建人 黄田峰 台湾新北报道 随着数位时代 5G的快速发展 游风需求攀升 商机看涨 而从汽车引擎 医疗器材 到半导体等制造设备 都需要游风密封件 我们要带您看到一家 在台湾经营 超过25年的游风业者 透过数据延伸出了 游风溯源管理系统 打响台湾品牌 赢得了欧美国际指标 大厂的青睐 负责高精密制成的机械手臂 灵活运转 幕后工程是担任机械 关节角色的密封原件 游风 随着数位时代 5G的快速发展 游风客户化需求攀升 耐使用性是1000万次 那现在如果进到未来5G的世界里面 它可能就必须达到5000万次 数据的累积就非常重要 数据是进攻5G市场的关键之一 不仅蜕变成进军欧美国家的基石 更衍生出完整的游风溯源管理系统 如果你要跟世界接轨 这个追溯管理势必须要能够查得出来 你当初的条件是如何 对于客户端而言 才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保障 游风看似简单 背后有着繁杂的制程 必须经过混练机 熟成和预行机成型等工序 以及多项连颈的评管检测 才算合格 一直走在不断自我要求的路上 中启荣享用诚信的经营模式 将台湾产品能与世界接轨 经营架构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 才会完整 台湾是有能力做出好的东西 让台湾能够跟很多世界性的资源 能够接轨 中启荣团队目前已成功开发 许多种类不同的基质材料搭配运用 能做出具有独特功能性的游风密封线 他也期待台湾的游风产业 在新时代更加耀眼 为这张护航为沉默发声 以上是今天的新唐人五天新闻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再会 力量 为真相护航 为沉默发声 换卫民主自由 忠实传递真相 坚守道德良知 弘扬传统文化 我们始终秉持公平与正义 为您拨开乱世的迷雾 台湾的未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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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